好,我们讲完精子跟卵的形成之后,也把精卵它的结构来跟大家说明,这边讲的例子是以人类的为主,人类的精子呢,非常非常的小,它是人体最小的细胞,因为它整个细胞里面几乎没有细胞质,只剩下这个细胞核,细胞核后面呢,就是尾巴,所以它的细胞核后面就包了一个薄薄的细胞膜,几乎没有细胞质,所以它很轻,很小,是人体最小的细胞,那后面有个很长的尾巴,尾巴有个肌部,这个肌部呢,有人叫它颈,因为前面的叫头嘛,那头连后面 后面的尾中间就是脖子,这个叫颈,这个叫颈部,颈部里面富含了立腺体,所以胞器什么,那个,以精子来讲,胞器几乎都不存在了,但是只剩下一堆立腺体,放在颈这个位置,颈部的颈,而后面的尾巴是个长长的边毛,所以你看这样的设计是什么呢,细胞核是我要送的货物,后面是个发电机,然后后面就是螺旋桨,没了,螺旋桨就是它的那个推进器,就是它的边毛,但是边毛的运动, 需要ATP,需要能量啊,来自于这边的立腺体,立腺体在颈部,好,所以它的设计很简单,包裹,后面是发电机,发电机后面是螺旋桨,然后就,螺旋桨开始转,冲啊,要冲到软这边,而软呢,是人体最大的细胞,你看,人体最大的细胞,跟人体最小的细胞结合,形成现在的我们,那软的外面有保护过照叫胶子层,所以精子等要钻进这个胶子,钻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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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金和才跑进去,然后完成受精,促进这个次基隆细胞形第二次剪断分裂,分裂后,合容合变成受精卵的合,好,这是精卵的一个差异,好,那我刚刚说,精子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因为对精子而言,一切不重要的东西全部丢掉,因为我要抢第一名,我要很快,所以要很轻,没有什么阻力,然后要很大动力,有很强的螺旋桨,让我冲第一名 因为在金子的竞赛 这个比赛当中 只有第一名 and其他 没有第二名 没有第三名 因为第二名以后 韩第二名 全部得死 所以在金子的竞赛当中 只有第一名 与其他 所以对他们来讲 压力多大 啊冲 不错第二名 死掉了 因为没有办法跟软结合 所以你都知道 金子之间很竞争 所以每个金子都 卯足全力 不要的豪熊拿掉 细胞子也追到 只留下八电机 跟马达 冲 所以他们在比赛 然后在冲的过程当中 到最后冲到里面了 哇 金合进来了 那我们后面的尾巴 包含这个颈 都在后 都在外面 也就是说 立腺体 不会进入到 软里面 好 接下来跟大家补充一点 没错 你现在身上 所有细胞的立腺体 都是妈妈的软给你的 爸爸的精子 没有提供 任何的立腺体给你 像这样子的模式 我们怎么诠释呢 你的立腺体来自于妈妈 你爸爸的立腺体 来自于你爸爸的妈妈 你爸爸的妈妈的立腺体 来自于你爸爸的妈妈的妈妈 所有的立腺体 都在自于他的妈妈 一直往前 对对对对对对对 可以直到人类第一个妈妈 他的立腺体 就是遗传给我们 像全世界的人类 对不对 像这样子的遗传方式 叫做母系遗传 只能由妈妈遗传给你 母系遗传 那不公平啊 我们要两性平权 有没有父系遗传的例子呢 当然有咯 歪揽射体 对不对 男生有歪揽射体 他的歪揽射体 是由他爸爸给他的 因为不可能是他妈妈给他的 如果他妈妈有歪揽射体 可以给他 那个妈妈 不会是妈妈 对不对 至少在生物学上 他不会是妈妈 可能在社会学 在心理学 他可能是妈妈 但在生物学上 不好意思 他一定能当生物学上的爸爸 歪揽射体的提供者 好 所以各位家就从 立腺体的演化 跟歪揽射体演化 追到全世界 第一个妈妈跟第一个爸爸 在哪里呢 大约是十几二十万年前 在非洲东岸 就是亚当跟夏娃 这个理论叫 立腺体亚当 跟歪揽射体夏娃理论 我们在高三 歪揽射体是夏娃 讲错了 立腺体夏娃 跟歪揽射体亚当 亚当 理论 那我们在高三 人类的演化 这个章节会记到 不过那已经高三下学期了 好 这边的故事 就挺到这边据点 好 所以人类演化 有多有趣的研究 让你知道 我们的始祖来自于什么 透过很多很棒的工具 好 像以上软 精子跟软的勾照 讲到这 好 最后补充一点 为什么我们不要爸爸的 立腺体 我们不要爸爸的立腺体 那个意识有多明确呢 如果受精之后 除了经合进来之外 有少数爸爸的立腺体 不小心跑进来 会发生什么事 这是父方的立腺体 会发生什么事呢 软会有一组 小数过来辩认 你是精子来的立腺体 就会做上个记号 做上那个记号的分子或结构 很快就被消除分解掉 换句话说 爸爸的立腺体 如果跑到软里面 会被杀掉 分解掉 那个做上记号 然后被分解掉 那个过程 我一般喜欢称它为 Kiss of Death 死亡之吻 亲你一下 你就得死 因为你被做上记号了 所以爸爸的立腺体 经济也要被杀掉 不让我进来就算了 我不小心跑进去 还要把我杀掉 为什么呢 简单来解释一下 因为很多 这有很多理论 我跟大家讲 其中一个理论 因为爸爸的精子 在冲 在游泳的时候 他要抄他的立腺体 立腺体说 我传出好多ADP的 我慢慢我休息 不行 第二年就得死 冲啊 不行啊 我第二年都突变了 因为他一直在运作 我的第二年都突变了 不管 我的细胞核都破了 那个立腺体的磨破了 不管 我太多氧化压力 我太多过氧化物 让我伤害了 不管 因为输了就是死 冲 所以冲啊 当这个精子冲到软那边的时候 立腺体突变的突变 磨破掉的破掉 氧化物太多的氧化物太多 都坏掉了 超坏了 那如果你这个子弹 遗传到爸爸这个 有问题的立腺体 你也会生病 请各位注意到 所谓的遗传疾病 有一大票 不是细胞核里面的 蓝色体出错 是立腺体出错 立腺体一场 也会有很多疾病的 所以在演化上 为了怕子弹 得到爸爸的立腺体 而生病 就冥定 爸爸的立腺体 不准存活 不准继续下去 死掉 那为什么拿妈妈的立腺体呢 妈妈在软那边等啊 以疫代劳 哎呀好轻松啊 没什么事 哎 精子来了 来欢迎 欢迎 热烈的欢迎 所以 妈妈的立腺体 并没有超过头 是正常的 健康的 那这是一个理论 第二个理论 是另外一种说法 比较黑暗一点点 就是父母双方 只能留下一方的立腺体 为什么 因为当父母双方的立腺体 都可以到 受精卵里面 他们之间会竞争 而他们竞争 为了打败对方 会出现非常极端的手段 甚至不惜让子弹 出现很严重的疾病 但是我都要打败对方 会出现 父母双方的立腺体 出现演化上的竞争 那个竞争会才带来不好的效果 所以演化上 宁愿让一方全部死光 只留下一方 你们就不要竞争 这样 就不会因为竞争 而出现一些 不该出现的事情 比如说 我分泌一些毒 把你杀死 就这个毒 让我的受精卵也生病了 那这样就不好了 这是不同的理论 以上是精卵结构的介绍